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伯根蒂對上馬扎爾的一個對決 那這場比賽是中國的右對上MBL的一個對決 那來看一下右這邊的位置 右的位置是在十二點鐘方向 那MBL的話是在我們的大約四五點鐘的方向 那MBL是伯根蒂人 那馬扎爾的話是右 那右的話馬扎爾的話 換是一個前期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的一個文明 不要說前期啦 從頭到尾應該都是沒有 但是他的特點就是村民可以一擊必殺藍群 鑽刀技術跟鑄鐵技術都是免費的 就是他的一攻 近距離的單位一攻全部都是免費的 就是你一升級他就直接送給你 再來就是赤猴和青騎鷹都便宜15% 就是暴露馬很便宜 就是非常的省 所以他在封建時代的時候暴露馬超級強 你要爆得贏他基本上不太可能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單位 馬扎爾標騎兵 他只要升了銀貫的話 他的寶兵是不需要黃金的 只需要肉就可以了 然後他的特點是拆工程器特別有痛 有外傷害的 然後再來就是馬扎爾的話可以打馬功 他的馬功算是這遊戲裡面 攻城 攻擊距離最遠的一個單位 攻擊距離馬功來說是最遠的 然後攻擊力好像也是最高 對 但攻擊速度的話是蒙古比較厲害 但射程跟攻擊來說的話 是馬扎爾的馬功是比較厲害一點的 然後再來看一下MBL這邊的文明選擇 博冠帝 博冠帝的話可以提前一個時代 進行經濟升級 就是你在黑暗時代可以點1級的伐木技術 封建時代可以點2級的伐木技術 塵暴時代可以點3級的伐木技術 以此類推 農田的話也是一樣 所以就是他可以提前點 而且還很便宜 食物的費用還減50% 就像這個3級目是300肉 但是到城堡點的話只要150肉而已 非常非常的省 而且很好點 再來就是他的馬舊的科技費用減50% 馬舊的科技50%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點遊俠 直接給你打個五折 折對半價 超級便宜 只要650% 食物跟375%黃金左右而已 非常非常的省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科技 我個人蠻喜歡這個科技的 農夫不僅可以產生食物 還可以緩緩的產生黃金 這個你知道亦有城堡 趕快點這個 你就可以一直發大財 在田裡找到黃金的概念 再來就是他的金罐 可以讓所有的村民變成民兵 只要升級之後就可以在佛萊米民兵 在城市中民升級 然後那個民兵傷害超級超級的高 那之前我們在 DOTOR的那個影片上面有看過了 這個民兵的一波打法 那由於對方守得很好 所以那一波民兵衝刺算是失敗了 那看一下這場會不會出現民兵爆的一個策略吧 看一下兩邊的選擇地圖 那地圖的話 目前是MBL的金礦非常的不好 有點...也沒到不好啦 這邊算是好的 因為算是在正面喔 那如果對手打一個前壓的話 比較會難守一點 但他這個位置算是好守的 因為這邊這個路口圍起來 然後這邊再守一下 基本上這塊已經是 不太會有事的 算是在正前方喔 那來看一下果樹 果樹的話就要稍微擔心一下了 尤其這邊是馬扎爾 對於騷擾肉 墓區的地方 或是這些 比較外圍的地方非常好打 然後再加上一些 戰卯啊小弓搭配 這個果樹可能就有點難守 那右邊的位置有點開闊 要圍的話有點難圍 雖然是圍了一條直線 就可以圍好的事情 但是 要耗的資源跟能力也是相當大的 所以我目前推估 右邊應該是會屬於一個 開放式的一個地方 讓對手進來 那前期會先把這個 前面先圍一下 這邊圍一下 來看一下右 右的地圖就更難為了一點 基本上想為 嗯 就是要蓋外裏長城 唉呀這邊趕路 居然失誤啦 終於回去了一下 但問題不大 好來看一下經濟配置 經濟配置選擇了五目 準備十目 上封建時代 要開始灑田了 要暴露麻了 沒有問題 兩邊升級時代都差不多 現在都是一個標準的二十人口 上封建時代的一個打法 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趕路 趕路趕回來 這邊是駝鳥 不是鹿 這邊升了 馬上下了馬就 那看一下兩邊 兩邊都選擇打馬就 那伯恩蒂這邊要爆馬的話 可能要爆得小心一點 不能一直被對方牽著走 可能這個肉麻也只是做來做防守 給對方一個心理上的壓力而已 應該是不太可能會打到什麼東西 好那這邊選擇下了 先上了二級木了 所以伯恩蒂現在已經有城堡時代的伐木技術囉 非常的爽 充龍劍時代就下一個時代的能力 但二級點還沒有點 那這邊肉麻都鑽了進來想要做個騷擾 但這個肉麻應該是看不到東西可以打 這邊場上兵太多 我差點還被戳死了一隻嘛 這邊黃金 哎呦 直接被村民一拳打倒 同樣的 那這邊也鑽了進來 但是這邊圍的差不多 哎呦這裡有個洞 又跑得出來 目前兩邊家裡都被對手逛了一日喔 進去了又出來 進去了又出來 結果右邊也打算圍喔 哎呦 但是這邊圍的原因是因為這邊是要轉弓兵喔 那這邊轉了弓兵之後 伯恩蒂轉弓兵也算是不錯的 但是他免法一直打弓兵喔 這邊伯恩蒂他的奴兵是沒有強弩的 我家裡的馬已經被送光了 好那伯恩蒂這邊應該是要打一個城堡奴兵 然後帝王時代打遊俠的一個戰術 然後遊俠要搭配火槍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這樣子 看一下這邊弓兵出去 好這邊來到這邊想要做破門的一個動作 能嗎 上了城堡時代了 兩邊都城堡時代 然後有二級射奴兵已經準備好升級 攻城區製造所已經做好了 好這邊再找一個木槍打進去 OK奴炮走過來想要做輸出 但是這邊圍的很不錯 哎呦這邊血扣的有點快喔 但是家裡這邊有騎士在打 哇兩邊都算是互相傷害的狀況 好那但是伯恩蒂已經點下了三級農田了 要不三級伐木 來了 這個伐木一點完 伯恩蒂的經濟就要起飛囉 看一下這邊 好的騎士走了進來想要打 但是這邊有戳戳 直接把對手頂了回去 好這邊TC蓋的位置還不錯 雖然蓋在地圖邊邊農田 灑的可能會比較少一點 但沒有關係 奴炮也走了出來 這裡有個洞 OK工兵在高地 然後機機也減了一些 但是奴炮走過來 趕快來按一下騎兵了 按幾隻騎兵出來 手一下這個奴炮 會比較好一點 或是頭死車也可以 這裡要秀奴炮了嗎 秀一下 哇要三發還可以死一隻 OK這個兩發 nice 但是有很多的奴兵 已經殘血了 好那這邊MBL已經撿了兩個隱姬了 那勝率還在一直在下 騎士的部分 這邊還在爆 馬扎爾二攻二防 給的壓力很大 攻擊力高 防禦又高 血量又多 這邊MBL轉出一些長巷兵 想要來防守 有沒有長巷兵的話 那騎士硬打還是蠻虧的 而且奴兵沒辦法處理這些騎士 太大量的話是沒辦法鎖住的 哇這個金礦直接被收穿 直接走了進來 結果這邊金礦還是被騷擾到了 在正面這個位置 實在是有點尷尬 哇這個地圖有點麻煩 但是上面家裡有三隻生侶 可以來做招搶騎士的一個方法 那奴兵想要在後面打點東西 但好像賺不到什麼便宜 那這邊就要看一下 這邊 要怎麼打這個內 這個TC了 內部被燒了有點慘 把頭車出來直接點 哇來不及 喔這反應很快 想要探查一下 唉唷 換掉了 但是這裡面過來 直接招想 這個頭車一定要換掉 一定要被召走了三隻了嗎 唉 唉 居然 沒有召到 為什麼 連MBL自己也下來了 嗚嗚嗚嗚嗚嗚嗚 你居然知道我要召哪一隻 YOU AND LUCKY 很興趣嗎 漁文Lucky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我不太懂啊 如果我有懂的話聊天室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不太懂英文的 這邊兩邊都驚訝了一下 我看了我也驚訝了一下 欸居然 他是知道他要招哪一隻嗎 這邊騎士走過來 要降幻嗎 長相地有點多喔 這邊三女招降 哎呀直接拔到 直接鋪地 好留了一些枝出來 紅紅的枝 這邊長長邊還在追 那這邊蓋好城堡之後這個金換個就是沒問題 趕快再下個TC 這邊就會很好 那這邊 喔這邊是4TC啊 天啊 現在這邊MBL又超音感美 趕快村民宿拉起來喔 不然這個中國 所以玩家又 經濟就要爆了起來了 這邊 又是選擇3TC 那MBL是4TC 可能MBL以為他自己經濟有落後 但事實上並沒有 最後稍稍落後的大概6村而已 唉唷這邊騎士直接繞了進來 12人帶來招翔 可不可以招到一點東西呢 哇 招到2村 3 3 欸兩隻騎士而已 唉唷 但那個騎士還是非常大量 喔這裡又招了一隻騎士 喔 其實嚴格看起來 算是整隊招了快要一半喔 而且也順利的化解掉家裡的這些騎士的一個進攻了 哇這名森女撿影機被抓到 直接被3個騎士手機給刷出 哇這名投車直接投掉了好多奴兵 欸 完蛋 帶來騎士還在打 這隻剩殘血騎士直接全套打起來跟騎士運尻了 居然還守下來了 哇這個還要再過去撿一次嗎 這個要再拔鬥一次了捏 撿一次 吃吃吃吃吃 吃 唉唷又拔鬥了 又流了一點汁出來 唉唷這個聖旅三番兩次了被抓掉 有點傷喔 這投車砸一下 唉唷 直接兩個倒地 喔是三個 一二三 哇兩邊開始在互相攻城系大戰 唉唷這個三隻騎士賺到蠻多坪喔 殺了兩個資料頭 好殘血兵過來 想要來解 但殘血兵沒有 唉唷是好集結點過去就殘血了 哇只砍到一倒就死去 那家裡這邊還是投資車跟工兵在座互相傷害 哇這邊又中了一隻廠牆兵 這次連一下都沒插到 就死了 那這邊前線投資車被又換掉了 存品數差距目前差距MBL 已經超越六春了 好像是落後六春 現在是超越的部分了 唉唷這邊還有一隻赤猴 這次應該是封建時代留下來的 第一隻赤猴 所以沒有在攻擊 OK這邊老頭走出來 又被抓掉 哇這三隻騎士殺了三隻老頭 好幾隻長槍兵 賺爛了 MBL覺得情況不對 趕快說春 沒想到這三隻騎士 不是立的攻這麼的大 兩邊都即將上完對王時代 用金快要升級好了 MBL才剛升級 哇這邊高打滴打輸了 沒有看到這邊城堡 這城堡一招喊就 噗 一起續情了 哇這名奴兵 我跟第一選擇了 馬上輕裝騎兵 這邊一拳操馬 又來作詩啦 這邊馬公 馬渣馬公出了 來 王帝王時代的馬渣 就是要打馬公喔 這遊戲最強攻擊力射程 跟攻擊力的馬公 要出現了 這邊一個全套村民 直接熱血開打 為什麼要用村民去打呢 看這個馬真的是很不爽是不是 哇還死了 自己讓自己死兩村 哇再死一村 三村 直接不演 全套開打 這裡的 內化已經解掉 又這邊馬公 準備出來出關 要來騷擾了 MBL選擇的是一拳超馬路線 這邊開始堆起一堆馬上輕裝兵 好 他的第一下攻擊力會特別特別的高 所以才叫做一拳超馬 你看他第一下攻擊力有多少 第一下攻擊力是34的攻擊力喔 非常的硬 這個打下去大概 34的話 還行 34然後再一人接一個普攻 這個馬公才會死喔 斷景士你還要踢得到 好來看一下這邊的交換 這邊的交換應該 高低打低低 喔這個血量掉的很快 但是被貼的上來 哇 直接摸死了一隻 真不會是一拳超馬 馬上就扁掉了一隻 馬公喔 傷害非常非常的高 那又見情況不對 趕快退 馬公數量太少 還不足以應付這邊的 騎士喔 好馬公要再繼續補 補多一點 老化學也下了 那這邊只差 金罐了嗎 金罐再點下去 這個馬公 就完美成型了 哇 這個一拳超馬 直接想要進來殺村民啊 衝擊力34 只要一下再接一個普攻 就會死一個村民 直接一個閃隊進來 哇 直接超一個村民 哇兩個 哇這邊村民快瞬間倒下 只要被碰到就會倒下 哇 太神奇了 麻吉克 哇這村民殺了非常非常的多 直接繞了進來 給對方 又這邊的村民 接近造成大量巨樣的傷害 但是這邊防禦只有二防 還沒到三防 直接從進來 好像有點送太快 但是確實也殺到很多村民喔 哇 這邊伐木群又要被抓了嗎 我的天 趕快為阿來不及 哇又被一拳打死 三隻村民又倒下 剩下的馬公 千萬趕快處理 順利的解決 叫家裡這邊的馬上清裝騎兵喔 右邊 這邊也來騷擾 但是也被抓掉了 這邊CD 一拳超人的CD 還在等待 那這邊 嗚 MBL這邊 控金 控到地圖的左邊去啦 我來看一下這邊 三進 想要來做個交換 但是這邊 似乎量有點少 馬公應該是沒問題 但是沒辦法 一發奇射全部射掉 就是個問題 打工的量 應該是要一發奇射 換掉一隻 馬上 輕裝騎兵才可以 那正式這邊已經點下了金罐 我攻擊力7加5 射成是8的一個馬公 來看一下這邊 哇距離很遠 好遠 好遠的射程 攻擊力又超級痛 好這邊要來殺村民 哇這個方式抵住 直接關本獸 哇只能再走出來 然後再繼續被射個一波 完蛋 但是沒有關係 右邊又來 立陀小萊 騷擾這邊挖金礦村民 哇像MBL 騷擾金礦 騷擾得非常到位 這邊想要堵起來 但是這邊 欸怎麼 欸等一下 這樣不對啊 那馬公 放得有點少 但是還是可以 這邊打得出去嗎 好像有點困難 但右邊這邊 殺了很多村民 1234567 喔7村 等到8村嗎 哇 殺了7村左右 現在右村民術 已經被甩開來了 95村對上124村 到月30村的一個經濟差距 那目前 現在才是要點放3公的 一個MBA的馬上 輕裝騎兵 然後已經點下金銳了 遠防6 近防5 然後血量是145滴 超級厚的一個血量 然後馬上這邊 血量也拿到最高 血量是80滴的一個重裝馬公 已經是最完美的狀態了 正面直接打起來 馬公似乎不太優勢嗎 欸 奇怪好像打輸 這個馬 輕裝馬裝騎兵 似乎扛不住這個高地打敵地喔 畢竟這是有個高地在的 所以傷害 馬裝騎兵 傷害並不是那麼的理想 這邊直接再繼續做一個 頭死車的輸出 兩邊互換 但是邊竟有三台了 帝王三台 巨型頭死車 應該是沒救 我覺得是修復回來 三台就可以解決 這個是帝王的定律 好 倒了 那目前正面要怎麼打呢 左邊跑一邊 有一些 輕裝騎兵想要來騷擾 好那這邊 趕快把頭死車往前拉 來對付對方的巨型頭死機 右邊有繞了一隻肉馬過來騷擾 好 好要打正面了嗎 但是目前右還是有一個高地優勢 高地打滴滴 但是沒有城堡的防守 直接包了起來 直接後兵把騎兵拿到後面 哇 右這邊打錯GG 這一場打的也算蠻經常的 這個馬上輕裝騎兵 加上右的這個重裝馬功 兩兵打的是有來有往 但是真的是太依賴馬功了 但是這邊要轉 戳戳好像也太慢了 這個疾兵也應該是來不及出來 很可惜喔 這邊我覺得MBL騷擾打得相當相當的好 一直在做騷擾的一個動作 即使快要打正面了 連這邊也在做騷擾 雖然還是有被右發現 目前這把右比較大的問題是 他的馬功並沒有拿出他的 馬功的機動優勢喔 一直被鎖在家裡 數量一直起不來 導致他不太敢 繞一些村 繞一些騎兵出去做騷擾 因為可能也不太好騷擾 因為對方是馬上輕裝騎兵 你一趕出來騷擾 如果少量的話 少量的話就可以去抓掉 但是你要大量的話 家裡又沒得守 家裡沒人守的話 又會像剛剛那樣直接衝進來 而且還解不掉 直接家裡BBQ喔 所以這應該算是MBL 一直出馬上輕裝騎兵壓力 給到飛航到尾 導致又沒辦法做一個 有效的馬功騷擾 算是一個策略上的選擇正確了 好看一下數據的部分 那帝王時代是早點上了 35分 但是黃金數量 MBL這邊有三個遺跡 1400多 還不錯 好那今天影片我們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